吹石器在青铜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 主要的吹器有顶、利、眼、成石器的鬼、斗、斧等 顶有方顶 圆顶两大类 圆顶之中又有圆腹、骨腹 分当的不同 顶族有锥族 铸族、扁族、鸟形族的分别 方顶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 有些大型方顶如丝母屋顶 丝母心顶 是商王室铸造的重器 西周时期流行大鱼顶一类的圆顶样式 到西周后期 出现半球腹 受提形族的毛宫顶样式 其审美意趣由庄严趋向于典雅 春秋战国以后 顶的数量增多 大的身腹顶用于烹煮生肉称为货顶 另一类大小相似的裂顶 用以盛放不同肉类 是祭祀活动中的正顶 数量的多少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 也是蒸主的吹具 下部是三款足中空用以盛水的粒 上部位增 中间以一片打了孔的壁相隔 在粒内盛水 下面稍活 水蒸汽透过壁孔 可以把增内的食物蒸熟 原理就像今日使用的蒸笼一样 鬼又分化出椭圆形碰面的和方形的斧 均未成鼠季倒凉的石器 其盖与气身造型相同 可以分制 以其形式的变化丰富了青铜器组合 酒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 可归纳为三足器与圈足器两大类 三足器有绝 脚 甲 和等 绝是饮酒器 有流 为雨柱 三足之开 有一种挺拔向上的感觉 造型很美 脚与绝相似而无柱 前后都是尖形的尾 甲是温酒器 形体较大 无流于尾 口沿上有双柱 和味吊酒器 有一个管状的流 圈足器有孤 尊 雷 酉 胡 四宫等 孤是数量很多的饮酒器 有一个喇叭形的口 尊与雷都是大型成酒器 尊味长口 雷味连口 有钙 胡有方 圆 扁等多重形式 有四壶而有提凉 味调致名味剧畅的香酒之容器 四宫形如现代的大口碑 有钙 味装饰特别华美的大型成酒器 与之同类的还有做鸟或兽形的鸟兽尊 水器有盘 宜 鱼 剑等 盘与宜共用 为礼宜活动中卧贯的浇水与盛水之器 用宜来浇水 用盘来接水 有的盘很大 可用于成冰 一形如瓢 前有流 后有盼 鱼合剑都是大型的成水器 青铜乐器主要有脑 钟 薄 对鱼 鼓等 脑有多重名称 大脑主要出土于湖南 江西等南方地区 体量很大 直柄涌于地 口巢上 敲机器伸发音 钟是由脑发展来的 使用十大小相刺 将永步悬挂在中架之上 以木锤敲机发音 称谓编中 钟流行于两周时期 并形成适用于造型特点的文饰和装饰手法 名文长多见相续 连缀成片 钟的顶部做浮瘦行扭 口不齐平的钟称谓薄 对于流行于南方地区 年代也较晚 铜骨发现不多 其造型完全仿自木枪 驼皮骨 适用 在有两周时期 词 刀 刀